我们已经进入了电动汽车的时代 如果只是动力转换成电的话 这个转弯并不那么吸引普通消费者 许多电动车的使用者清晰地感受到了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的最大区别 那就是智能化 在当下市场消费的电动汽车 其实用通俗的话说 就是装着四个轮子的电脑 这个电脑借助4G以及即将普及的5G通讯网络 可以实现许多手机上就已经实现的功能 车上的娱乐设备已经越来越被用户花大量时间使用 而用户也正在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坐汽车上 不是因为拥堵 而是真心地主动地坐在车里不想下来 有网友在网上问如何使用电动汽车才能省电 结果回答令人捧腹 因为电动汽车的用电实在是太省了 以至于真正的电动汽车驾驶员 并不是想像燃油车驾驶员那样 通过良好的驾驶习惯来节省燃油 他们想的是如何用电 我自己驾驶电动汽车的感受是 开着空调吹着窗外的风 省电不是必须的时候 车内娱乐必然不是个沉重的暴风 用户将更积极地在汽车内大量使用屏幕进行娱乐消费 广播电视在电动汽车里获得复兴的机会真的来了 当很多人不看好收音机和广播电台的发展的时候 因为堵车带来了交通广播的繁荣 因为私家车的兴起让中国的许多地方交通电台获得了新生 而当电动汽车的电力里程焦虑不那么敏感的时候 将电动汽车作为一个私密的娱乐场地 可以比家庭的客厅更受重视和使用 在最近的许多社交媒体里 就出现了大量老公不回家躲在汽车里刷视频的段子 在日益兴起的户外露营热当中 把汽车当成移动的家 把电动汽车的店放出来炒菜 烧水之外 当然还有看投影看电视这样的基本娱乐 而这些新的消费行为的兴起 必然会带动起相关广播影视的内容发展 我们的电视台应该对此有所思考 有所应对 今年6月在美国的NextGen下一代广播电视大会上 众多电视台重点关注ATSC 3.0 此项技术创新解决方案 将让电视台进入利润丰厚的新兴市场 为车辆提供数据和娱乐服务 有专家说美国目前正处于 如何当数据传递给汽车的转折点上 除了ATSC 3.0 很多中低轨道卫星 以及其他无线通讯系统 正在完善超大数据 在运动汽车上的覆盖和传输 这些尝试已经在密歇根州的测试当中取得了成功 我国在下一代广播电视的发展上 也必然将汽车市场应用作为主要场景进行推进 我们的技术正在落地 而相关的内容却并没有真正的开始推动制作 根据国家规划 到2030年 我国电动汽车规模将达到1亿辆 正是对这一市场的信心 原来造电视机的如小米 华为创为都加入到了制造汽车的行列 最近理想汽车的L9内饰发布也令市场惊艳 5块屏幕的配置让屏幕攻占座舱成为潮流 我曾经呼吁过电视台也造台车 当初做电视的微镜打造过电视机 湖南台也请人代工制造过芒果电视机 但这些都没有成功 如今车载平升级换代 实现大平化 高清化 多平化的时候 正是有战略雄心的广播电视机构 进入电动汽车主流消费市场的最佳时机 而汽车内的内容生态 恐怕将是电视机构争夺市场的最大卖点 或利润的主要来源点 上个世纪我在做电视台营销的时候 搞过观众抽奖的活动 那时候最让人心动的莫过于看电视中汽车大奖 当时代进步 小山村里都密布小汽车的时候 电视人应该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在更新的移动通讯网络技术支撑之下 开启全新的三网融合 打通车联网与互联网之间的壁垒 建设充电网 车联网 互联网的新生态云平台 而电视台如果在这个三网融合的过程中 能取得一席之地 必然会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媒体人在和手机争夺观众的时候 应该看到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在汽车这个市场上展开竞争 中国银河证券表示 汽车电动化 智能化将推动汽车电子市场的快速拓展 到2030年国内汽车电子信息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美元及2万亿人民币 非常的诱人 该证券公司建议大家关注智能座舱带来的增量环节 而这个地方正是电视台把竞争市场从家庭客厅转向智能座舱的方向